今集我们请来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职业治疗师丁小燕女士 为我们介绍各种帮助长者日常生活的辅助器具 虽然很多人说年纪大机器坏 其实不一定的 也不代表生活都会变坏 我们可以善用辅助器具 令生活变得更加方便 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些日常生活的辅助器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辅助器具是凡指任何的外用器具 包括装置、设备、仪器或者软件 主要是维持或者改善个人的身体功能和独立性 促进个体的福祉 辅助器具不一定要等到能力变得很差才使用 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用不少的辅助器具 例如戴眼镜去改善视力 用买送车去减散搬运的气力等等 使用辅助器具 好处是减轻身体功能衰退对长者的影响 令长者更容易发挥自己的能力 可以更轻松独立地应付日常生活 还可以提升安全和效率 减少长者对照顾者的依赖 令长者可以继续在家里生活 推迟或者避免对长期照顾服务的需求 辅助器具的种类有很多 接下来我们就会根据长者不同的问题 为大家介绍不同的辅助器具 首先对于行动不变容易跌倒的长者 可以在座翅或者站肛旁边安装扶手 出入就会更安全 而浴缸板就方便出入浴缸 坐下洗澡都会安全一些 加高刺板就可以增加座翅置合式的高度 起床会更容易 便宜就适合一些体药或者尿频的长者 减少因为急着去厕所而跌倒的机会 至于有关节疼痛动作困难的长者 可以考虑使用茶壶倾倒辅助器 方便疼痛、上肢或者手部肌肉武力的长者 倾倒茶壶或者是使用煮食用具 另外电动开平器可以协助手蚌力药 或者手指关节变形的长者扭开瓶盖 而视力或听力减弱的长者 有时会因为沟通困难而影响社交 这样可以考虑使用传话器和矿音电话 两样都可以透过调教音量 来扩大对方的声音 方便沟通 有些矿音电话还有闪灯设计 令若听的长者都可以看到电话有来电 另外发声布时标会在按键之后读出时间 令若视的长者都可以按时进行日常活动 有记忆力衰退的长者 响鸟药盒就可以按照复若时间设定响鸟 提醒长者食药 沉塞密器就可以先将容易不见的物件 扣上颜色配件 当长者要寻找物件的时候 按一按主机的按键 配件就会发出声响 这样就更加容易找到了 不过大家都要注意 选购辅器具并不是越多越好 要按需要去选择 买之前要留意家居环境有没有限制 例如选择浴缸板就要留意浴缸的阔度 另外有些辅助器具的安装和使用 可能会有点复杂 有需要就要找人帮忙 购买之前不妨考虑医护人员的意见 如果可以就亲身去试用和选购 一般的辅助器具都可以在市面的家庭用品店 或者服康用品专门店购买 有需要可以经医生转介给职业治疗师 协助选择合适的辅助器具 和提供日常生活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